各位奇友好 欢迎来到皇家西洋期教室的Bogen讲期 由于最近蛮多奇友 很想要Bogen再多讲讲马歇尔骑兵 于是Bogen决定再次寻找一盘 很具代表性的马歇尔骑兵成功案例 在三个月前我们分享了 希洛夫VS阿罗尼亚的黑方骑兵成功案例 这次我们直接来分享马歇尔骑兵的开创使者 弗兰克·詹姆斯·马歇尔本人的对局 然后我们一起来欣赏对局吧 黑方是马歇尔 白方走起往前兵 黑方回应往前兵 白方出骑士抓兵 黑方出骑士保兵 白方出主教形成了西班牙开局 黑方邀请主教表态 小兵A6 白方选择的是保留主教 黑方出骑士 威胁伊士兵 白方选择入保 黑方这时候他当然 比较不会选择的是骑士吃兵 因为这个吃兵并没有任何太大的补偿 而且黑王还滞留中行 很可能被白方一步简单的 先弃后取 直接把衣服给取回来了 而且黑王还没入保 还是有风险的 所以黑方所选择的是主教一骑 好 白方出城堡 黑方走小兵B5 赶走主教 主教一退 黑方入保 白方走起小兵席三 未来准备要攻起士兵 这时候 一般的西班牙开局走的是小兵D6 这个就形成正常的西班牙变化了 而马希尔弃兵 他所弃的兵 在我们三个月前就有介绍到的 就是这部D5兵 这部D5兵为何弃兵 让我们再看一下吧 各位有发现吗 D5兵目前被两个人威胁 而两个人保护 所以不是弃掉D5兵 而是弃掉敲完D5兵之后的E5兵 各位有发现了吧 因为E5兵目前只有一个人保护 两个人威胁 对吧 好 好 让我们继续看对局 好 黑方走起D5 白方吃回D5 黑方吃掉 白方敲掉 接受了马希尔的弃掉E5兵 好 黑方敲掉 白方敲掉 在我们三个月前 西洛夫对阿罗雷亚 那盘旗阿罗雷亚他所采用的是小兵C6 而这边 马希尔他本人所采用的是骑士回撤 好 让我们继续看对局吧 白方战起中心兵 黑方走的是主角D6 威胁城堡带先手 未来威胁H2兵 好 白方回撤城堡 马希尔弃兵的主要思想 在我们三个月前已经大致介绍到了 而这盘旗 马希尔本人将他的思想发挥得零零尽致 他走的是骑士G4 这手骑什么想法呢 这手骑就是摆明着要来威胁的H2兵了 是吧 好 现在白方轮到他有两个选择 他有哪两个选择呢 第一个小兵H3 第二个小兵G3 实战中走的是小兵G3 让我们来分析一下 如果白方所选择的是小兵H3呢 好 如果他选小兵H3的话 黑方马希尔十之八九就会走这一步 也是很经典的普招 皇后H4 所谓普招 也是因为经过古人的验证 对于双方来说最坚略的变化 而这个普招的创始人就是马希尔本人 好 这部皇后H4是什么思想呢 未来威胁F2兵 好 如果 如果白方选择直接小兵敲骑士的话 可就完蛋了 因为黑方一个将军配合主教跟皇后 威胁国王把国王赶到F1 未来只要把国王赶到一线的时候 这样子连主教 黑宝 都可以加入公王的行列了 我们稍微模拟一下 如果挡住小兵的话 白方之间就会被皇后敲兵带身手 各位有发现的吧 所以实战中 这里 白方这位大师他也知道走H兵太危险了 走起H兵的话皇后H4这手骑实在太雄悍了 所以白方他所选择的是小兵居散 好的各位 又是小兵居散阻止了H4皇后 那各位还有其他后续攻王手段吗 这边各位不妨暂停来思考看看 到底马歇尔本人是如何操作这个局面的 好的 各位有想法了吗 应该各位想不到马歇尔实战中这部棋吧 实战中马歇尔弃骑士 骑士敲兵 各位 弃掉兵再弃掉骑士 就看你白方敢不敢吃我骑士 如果你白方真的敢吃我骑士的话 利用这个牵制 马歇尔的皇后又要按过来了 一个将军你小兵不能敲因为有牵制 如果你躲亡的话 白方会遇到黑方继续将军配合白鸽主教跟皇后的资源 如果白方继续后退的话 黑方就要直接拆掉王前两支兵啦 怎么拆各位应该知道了吧 直接主教炸兵 如果你不吃可就要两不杀啦 如果你吃的话 黑方一敲继续打王 如果你王一散的话 白方之间就要遇到黑方主教局势 好奇啊各位 准备主教F3带打杀棋 城堡也要帅速复活了 反观白方尽管多了很多武器 但这些武器都完全不能加入防守白王的行列 所以各位有发现了吧 这只骑士可就吃不得啊各位 所以实战中 白方这位选手他所选择的是 既然骑士吃不得 他想说顺势出主教 走到主教第五 干嘛呢 威胁城堡带先手 同时找机会回撤 变成堡壘主教阵型 好的各位 这边不妨再一步暂停一下 来思考看看马歇尔本人 到底做了什么计划 各位有想到这部棋吗 再骑一只啦 主教敲兵 各位 黑方欺了骑士又欺了主教 就看你敢不敢吃 如果你实战中 不吃这个主教 选择吃这个城堡的话 各位 就会遇到马歇尔这部棋啦 主教居士 三级带先手 各位有发现吧 如果白方选择避开皇后的话 黑方之间一个 皇后敲主教 未来准备可就要杀齐啦 如果你白方选择敲回主教的话 那黑方之间就要骑士回弹 这个回弹可就很凶狠啦 你可不能走这里啦 走这里之间被闪及啦 各位有发现吧 所以实战中 如果你选择平王而浮复的话 白方之间就会被骑士一敲 你不敲我吗 你不敲我 我可就要准备再闪过来威胁城堡啦 所以如果你国王一敲的话 城堡一打 你白王壳就要被打穿啦各位 如果这边 黑方所选择的是 不要国王吃骑士 而是选择皇后吃主教的话 那也不行 之间黑后一个城底一将 白王之间被打出来了 一旦打出来了 连黑王都可以加入公白王行列了 所以实战中 评估清楚了 白方可就不敢吃这个城堡啦 所以实战中白方所选择的是 用小兵把主教吃掉 好的 轮到黑方的 黑方一敲主教 轮到白方的 白方可就不敢再不吃骑士啦 如果再不吃骑士 骑士可就要回弹带抓双啦 各位有发现吧 所以实战中白方只能硬着头皮 把这个骑士吃掉了 好的 这边不妨各位再暂停第三次 来思考看看 马歇尔是如何 后续计划的呢 有想法了吗 这部骑士想必各位 应该有想到了吧 就是这部 主教B骑 好奇啊各位 一个主教配合皇后 准备威胁沙西格 最关键的是 两只城堡全部连通啦 好 然后我们继续看对局吧 对局到这边白方 继续挣扎着 用城堡阻止江沙格 黑方顺势一个初宝 连城堡都要加入 国王行列啦各位 对局到这边 白方最后奋力一搏 皇后居士 什么想法呢 他想说 配合主教骗个偷杀 但这个骗偷杀 丝毫没有任何效果 这边准备就要入职了 黑方马歇尔 一部今天的好奇啊 一招毙命 城堡一万 好奇 引力技巧 如果你宝敲宝之间 引力带杀起啦各位 所以实战中到这边 白方就象征意义的走了一部 主教H6 骗个偷杀 好的 这边各位有看到 黑方两部杀了吗 是的 皇后H1 城底带将 你的宝只能吃了 你的宝一吃 黑方一吃 主教配合城堡 威胁 之间 checkmate了各位 又发现了吧 好的 对局支持 那下次波根 又会分享什么精彩队军呢 咱们下回再说 你们的点赞 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 就是我更新的速度 谢谢 这里也是波根的西洋期 那个傻天更远 下回好奇 不迷路 给他扣子